歡迎收看本週的飯局小姐 哈囉大家好我是傑哥 我是媛媛 歡迎收看本週的飯局小姐 耶 歡迎傑哥 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你一起吃飯 對你就不孤單了 而且你還比我年紀小很多 好發脆腸哦 阿我們今天呢 是要吃哪一家好吃的日本料理 這個名字非常的特別 叫什麼 叫那個 那個 遇見爹 瞞著爹啦 瞞著爹嗎 這名字太難記了 而且瞞著爹他有瞞著爹1點 瞞著爹2點 瞞著爹3點 而且名字都一樣喔 也就是他三過家門了 瞞著爹3點 他這個名字很特別 為什麼要叫瞞著爹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叫瞞著娘 或是瞞著哥 瞞著小孩 瞞著妹 或是瞞著怎麼之類的 瞞著小三 好 那我們今天是有吃什麼樣的好料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我們來展示一下我們的豐盛的丼飯 這個丼飯不得了耶 這個都有跟妳講 這吃完之後大概三天三夜不用得吃 而且妳的超大碗的 超豐盛的 我本來是要吃它那一碗 因為它裡面有兩條魚我不敢吃 所以就讓給它 他年輕人吧OK的 可以吃平常 那我們今天還有這個就是 超級好吃玉子燒 還有那個 這是花枝燒 花枝燒有特別 它下面有海苔耶 對 通常這種花枝燒有海苔的話 就是特別好吃 對 我剛剛邊講邊 口舌要噴了 然後這個是那個 炸雞 炸雞 還有我們就是養生的沙拉 對還有我們的蛤蜊燒 蛤蜊燒 好那我們就開動囉 耶 好開心喔 我要先從哪邊開始吃 欸其實我覺得吃飯有個拍 真的是一件好吃的耶 真的嗎 我可以說自己吃了一個寂寞 這個是那個耶 蟹肉 沙拉 對啊 那我葉片給你 在那邊吃 好 很壞 年輕人就多吃點菜 老人家吃肉 一定要講一下 那好吃嗎 好鮮甜 好鮮甜 鮮甜都出來了 我來試試 而且肉很好吃飽滿 哇 這甘甜耶 要講台 欸好棒喔 這好好喝 你知道每次我在接這個 案子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看到前面的 前面那一排工作人員 看我們吃 其實裡面就會只有很爽的感覺 因為只有我們能吃 對 然後吃完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吃 因為看到這個這個還有點小尷尬 今天加上我就覺得還好 欸好吃耶 我的蝦 你的蝦怎麼了 好好吃喔 那我要吃一下我的豆飯 那個肉 沒有說很少 它的肉 它蝦子超大一條 你有蝦子嗎 你要再挑蔥了 因為我是個挑食的老人家嘛 沒有它上面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蝦 它好像是 它好像是混在一起 我直接來吃一口給大家看 欸好豐盛喔 你看一口 你看一口 你給觀眾看 給大家看一下 一口就是這麼多 這麼多耶 加油 好 嗯 好吃喔 而且我們來加一下它的筋 小筋 怎麼樣 嗯 我一定要講一下 嗯 來講一下 像我之前 因為我每次來都是要指定要吃日本料理料理 對 我有發現 因為我還是因為生意片很貴 平常是自己都捨不得自己平常可能只吃個百八旅場 海力士那種一百多塊把自己打發掉 嗯 可是呢 每次來都在要吃好吃的生意片 這家 真的很好吃 你要吃一口看看 我要吃 嗯 你用挖 你要像我剛剛一樣挖一大口 你再挖一大口 不用跟我客氣 真的很誇張 你怎麼料挖這麼少啦 很少嗎 這樣已經很多了耶 這邊還有那個料你要加上去啊 趕快趕快 都一起吃到 真的 你要跟我一起去主持料理節目 好 搞我 搞我 還滿會講的耶 我們兩個可以組成一個叫做就是 嗯 黑白狼君 好 黑白狼君一個高一個矮 因為我跟 我跟圓圓喔 我們講實際身高差快二十五分 還滿多的 還滿多的 那我的實際身高多少 我就不要讓大家知道 我剛剛發現我的碗裡面有一個超大的那個 對 欸我要吃玉子燒 玉子燒耶 你知道玉子燒是什麼嗎 就是蛋 它是甜的煎蛋 甜甜的煎蛋 對 好吃 你看 你那個要怎樣 快吞快吞 這也是一口 嗯一口 那個要分兩口也太辛苦了 因為這個很小一口 它有一種糕的感覺 什麼糕 那個是那個叫什麼啊 就它上面有一層糕 糕 就是海鮮原本的那種 像它螃蟹 你吃到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那種蟹糕有沒有 喔我知道 它也有 我沾點醬油好了 可是應該是可以不用沾醬的 這是花枝燒 花枝燒 欸花枝燒菜還滿好吃的耶 我們今天如果把它刻完之後 工作人員都沒得吃 那就算了 嗯 就這樣讓它去吧 因為我每次來就很想把便當都帶來 就吃完了 打包回家有沒有 對啊 嗯 花枝燒好吃 好吃嗎 等一下等我這口吃完 嗯它是燒好吃的 欸這個好適合配啤酒喔 可是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沒有準備啤酒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酷的東西 你看我們桌它這邊嗎 對 它是醬油 不是要配醬油啦 我們要配一個厲害的東西 沒有 它其實是 汽水 它是什麼口味的汽水 番薯 是韓吉嗎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品嘗它的味道 所以是我們等一下吃這一罐嗎 你就用這個擠小火鍋 不用整個吃掉吧 不用整個喝掉吧 你就品嘗味道就好 看好不好喝 好喔 嗯 超好吃的 這個好吃欸 嗯這很好吃 很推薦的 我們就一直在好吃好吃 節目就結束了 我每次都覺得 飯局小姐這個節目還 可以延長到45分鐘 我也這樣覺得 因為一分鐘真的吃不完 然後當我們就是 一點整砍停的時候 然後工作人員就 空人的上 因為 他們整個中套壞的欸 就哇 一個人拿一個人 空人 你要繼續吃也不好一點吃 這個很壞欸 嗯 超好吃的 而且他們每次都是準備 明細很大的那個餐廳裡面 餐的這種食 對 對 就是我們平常比較不會花錢去吃的 嗯 就可能我們還沒品嘗到 他們就先幫我們準備好 對 下次可以來個你知道 嗯 來個那個 一碗兩千塊的丼飯 哈哈哈哈 還要這樣要求人家 嗯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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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講一下 你剛剛試什麼 它沒有加醬油啊 嗯 因為我們剛剛還想說 因為它沒有加醬油 味道怪怪的 它沒有加醬油超好吃的 對 好吃有原味的 它原本的味道就很棒 嗯 就不用加醬油 而且我幹嘛拿筷子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 都是剪成那種小碎片 你要吃肉啊 喔對 也有肉肉齁 那旁邊這個是什麼 配菜 這好像是飯粒對不對 是嗎 它就蘿蔔啦 白蘿蔔 被你講的好像就是很好吃 然後一夾到一吃就 嗯 白蘿蔔 這就是白蘿蔔 可是它長得很像飯粒啊 因為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玉子沙旁邊要放 放飯粒 我剛才想了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要放飯粒這個東西 好 這樣我們要不要開一個來喝喝看 好 你來品嘗一下 奶米開來喝喝喝看 可是會不會我打開之後 它就整個爆開 因為它是汽水 你可以往前面噴嗎 We are the champions 好 欸我這邊可以就是 額外的就是 就是額外在講一件事嗎 好啊 你要分享什麼 要分享八卦了嗎 不不不不我今天只是想額外的替我們台灣的選手加油 因為我們今天是那個電競前八強大 LOL 你有在打電動嗎 沒有 可是我都有在關注 有在關注的 對 我希望他們可以得第一 那如果說他們今天打贏韓國的話 我就發一百份雞排 我就是現在在下記憶 我有發現嗎 一百份 一百份好不好 我就今天直接講一百份 在士林夜市發雞排 哇 這麼好 對 一百份以外 我剛好離士林夜市蠻近的 你可以來排隊 就是我會現場直接發一百份 我希望可以就是 加油可以贏韓國 可是因為韓國隊很強 沒關係 欲強則強 我們可以的好不好 而且今天的比賽是在十二點半 還滿晚的 滿晚的 對 因為現在年紀大 就不太能熬夜 等一下 等一下好喝嗎 欸 比我想像中好喝欸 它的味道聞起來的確是有 你聞起來 要幫我配音 我正在 就是在形容這個 這個飲料 好香 然後突然一個嗝 你繼續 就是它聞起來有那個 就烤地瓜的味道 好神奇 這就是 我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 成分嗎 這個酒 這不是酒欸 而且它喝起來也是有烤地瓜的味道 而且我要講一下它叫做 不奇怪 一山郎 韓籍風味汽水 然後呢 它的那個原汁含有率0.1% 也就是呢 它有0.1%的韓籍 可是這樣韓籍做的 我來喝喝看好了 這個好喝 我再喝一杯 你不要拿到醬油 你要再喝一杯 我一直很想要拿醬油給你 這很好喝欸 你不喜歡嗎 就是有一種 就是你把食物丟進汽水的感覺 對 它那個地瓜味道是蠻真實的 很像 很像你家喝那個 類似一般那種碳酸氣水 然後你在吃韓籍的時候 會掉下去 掉下去 可是 又不想浪費就把它吃掉 就是混合的那種味道 我有知道這一瓶多少錢喔 好像 就等一下問一下工作了 因為這個 那很特別欸 這個可以就是跟朋友一起 就是可以就是請朋友喝 因為還蠻特別的 那有沒有啦 就是你考試如何 我還沒開始考試了 嗯 嗯 不是最近期中考嗎 還沒11月 11月 啊你們都考 你是念什麼科系啊 跟運動有關係的 喔 嗯 你是念體育系的嗎 不是它是接見體育系 但它其實正確名稱叫做 運動與健康處進行 你聽過對不對 不好意思 很新 這個系很新 因為我進去之後 是第二階而已 嗯 對它就是 專門在研究 就是人體啊 健康啊 還有運動 然後可以促進 整個總和起來 是帶給人體是健康的 所以它是有加上一些類似 比如說瑜伽之類的運動嗎 對 然後你要幫人家規劃一整套那個 對運動處方啊之類的 那可以幫我規劃一下嗎 可以啊 可是你都賣雞排了怎麼辦 我沒有賣雞排 我只要罰雞排 我還要自己在那邊炸 是不是也太辛苦了吧 自己在那邊炸說 欸不好意思好了 這100分 我可以就是花錢請那個 就士林大雞排 或是那邊在賣雞排 幫我準備100分就好了 好 對 希望大家加油 就是今天記平穩好不好 我很想要吃雞排 拜託 真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下一次來吃飯 請他們準備雞 欸這邊有雞啊 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糖羊雞都還沒吃 吃一下 剛才上桌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看他 看起來好厲害喔 我這豆飯真的好大一碗 我一定吃不完 好吃 會不會乾乾的 因為很怕遇到乾乾的口感 他不會很油膩 但他有點冷掉 你覺得他這個應該更好吃 嗯 我想來一瓶 地瓜細水吧 因為我很想喝 日本的有一種酒 叫做科爾比斯啤酒 我以為是有啤酒 有 它是科爾比斯的酒 然後我喝起來完全沒有酒味 真的喔 可是如果是 真的講什麼 如果你是那個 你是吃炸雞很適合配那個酒 我覺得這個好適合喔 那我以後去吃日式 我看他那邊有沒有來品嘗 因為聽起來很好 喔真的喔 嗯 我覺得看起來蠻厲害的 他好飽喔 怎麼辦我難過 已經飽了 對啊 我飽了我好廢喔 我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我還可以在吃欸 等一下我把扣子扣不見 我把扣子解開應該就可以 等我一下 我解開一下我的扣子 因為我今天內衣穿比較緊 我錯了 我應該不要穿內衣啦 穿背心 不要開玩笑 就可以穿個背心走 好像還可以 真的嗎 可以再繼續吃了 因為剛剛就是你知道我最近變胖 你最近變胖 可是你看不出來 我覺得你本人超瘦的欸 我也這麼覺得 但是因為肚子很大 可是我肚子很大 我是那種胖在下半身的那一種 對 等我一下 就是我是怕下半身的那一種 然後我怕下半身就是肚子很大 所以我上半身還好 不會啦 今天是上半身的一樣 可是我們平常還是要拍到下半身 你平常有在拍照 有 沒有就是可能接主持 或是接待演拍平面的時候 拍到下半身 那我就跟人家講說 一定要幫我比較瘦一點 於是他們下面就 他們的腿就幫我拉那麼長 因為我就是可能上面還好 下面幫我拉超長的 很賤 欸我把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 演拍了 因為我變胖 然後這件內衣是 瘦的時候穿 瘦的時候穿 所以現在覺得好 好緊張 因為我剛剛跟你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點暈眩 真的嗎 就有點小暈眩 因為太緊 然後吃很飽 對 幸好你有講出來 不然你突然昏倒是剩我一個人 在這邊我也不知道幹什麼 沒關係就是直接吃完 然後再幫我抬走 也是可以 欸那我問一下 如果下半身肥胖 要怎麼辦 下半身肥胖 因為下半身肥胖 本來就很難瘦啊 所以你如果在瘦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試著先穿顯瘦的衣服 瘦的過程當中先穿顯瘦的衣服 因為你瘦的過程當中 下半身太難瘦 要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你這個過程當中 你又想要出去 或者是你要全身給大家看 你就先穿顯瘦一點 你可以穿高腰的 可是問題是你穿顯瘦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哇自己好瘦然後吃更多 我就會這樣 你知道嗎 因為最近不是今年 不是很流行的那個寬褲 對 超舒服 我跟你講寬褲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我不得不說 因為你穿寬褲之後 因為我那件 我這件還好 可是我另外一件寬褲就是很顯瘦 然後大家看我穿這件那麼瘦 可是問題是 它脫掉之後肥肉就彈出來了 所以有很多時候 就是自己身肥肉自己知道 所以我有肚子的 脆肉這個要怎麼剪 你覺得這個要怎麼去 要做腹部的運動 要做腹部的運動嗎 例如 例如就是我們從核心開始訓練 你說核心那個體能嗎 對 那個很難耶 那個其實很 那個過程其實還蠻辛苦的 因為那個感覺就是很痠痛 就比其他運動還要來的痠痛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肚子真的很痛很痛這樣 可是痛是有效果的喔 你痛了之後它就會 它比較深層 因為你練的是深層的 所以你這樣練練練之後 你的深層的肌肉就有開始形成 但是你外面還有包覆著一層肥肉 所以你就要繼續加強 才可以把外面那層肥肉剪掉 我不太懂耶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做那個核心的話 就是外面是軟肉 裡面是硬肉 對 好奇怪喔 對啊 因為你在練的時候 你是練到裡面啊 然後是從裡面慢慢 慢慢慢慢訓練出來 所以那些有腹肌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從裡面那個核心開始練 喔 所以腹肌不是從外面硬進去 是從裡面硬進去 對 對 就是外面軟軟裡面硬進去 對 然後他們會有那個形狀出來 是靠肌肉去支撐 哇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只以為肌肉就是 它就是一塊肉 然後把它 就從外面練到底 沒有沒有 從裡面開始練 喔 是喔 那你要現場示範一下 開玩笑 我剛吃東西下去 開玩笑 現在也太壞了吧 整個很壞有沒有 所以圓圓平常都喜歡吃日式料理嗎 我其實很少吃日式料理 不然又吃什麼 我都吃韓式或者是下午茶 或者是一些輕食類的 輕食類的意思是沙拉嗎 嗯 真的假的你喜歡吃沙拉 我本來 其實我本來不太喜歡吃沙拉 可是我就會去找尋很好吃的沙拉 找尋很好吃的沙拉 有沒有推薦的 像我覺得 有一些外國人開的餐廳啊 他們裡面的沙拉其實都非常好吃 因為他們會肉跟菜摻雜在一起 不是全部都是菜 我覺得重點是他們的醬 對醬 可是醬熱量很高 喔不是喔 所以就是米醬要挑過 像千島醬就熱量超高 其實我還蠻怕吃 很怕吃生菜沙拉 真的喔 對 你是害怕嗎 對 你猜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是有一次吃吃菜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條這麼肥的蟲 超肥的耶 所以一肥就知道那個 那是毛毛蟲嗎 它有點像是菜蟲 好餓喔 綠色的 所以你就是蟲子也會就很害怕吃 我中的時候就開始只吃那個 只吃肉 只吃肉然後吃飯 你就不敢吃菜 不太敢吃菜 不太敢吃菜 不過吃生菜也是蠻危險的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它生菜你要洗得非常乾淨 要徹底乾淨 才是安全 可是外面一般的生菜要洗得這麼乾淨嗎 就是 所以就是還蠻危險 你要去看它有沒有去殺菌過 生菜怎麼殺菌 它會放到那個機器裡面去殺菌 用那個紫外線來殺菌 真的假的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以前在做 以前我就是在餐廳打工過 我們的生菜沙拉都是洗一洗 就只有洗一洗 就洗一洗 其實洗一洗還不夠乾淨 真的假的 因為它上面有一些東西 我們會用那個開水洗啦 就是那種煮沸過的水洗 但是我不知道還要再殺菌 對啊 這殺菌會比較安全 因為有一些東西是水沒有辦法沖掉 天啊 可是一般現在外面的那種生菜沙拉 不是都 你知道就是只有 只有那個 用水洗而已嗎 現在有一些店家 尤其是素食店 然後他們就會 用那個機器去紫外線殺菌 是喔 他們現在都會做這個動作 好先進喔 因為我好久沒有在那個 餐廳打工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 好悲傷 所以你 進階了 那你唸那個戲 他那個 他考是要考什麼 他就是 你知道我們大一的時候 最煎熬的就是要背肌肉群 因為我們每次堂科都解剖課 可是他不是真的去解剖大體 他是要你去背人體 每一個肌肉的部位 真假的 對然後你要熟背之後 你要知道這個 比如說你的肌肉是怎麼動 然後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他怎麼造成 就是很複雜很複雜 聽起來真的很複雜 所以我現在一條手臂給你 可以講出這裡有什麼肌肉 但是沒辦法 那不是要背嗎 那個都是我們死背硬背出來 所以你現在一直是還給老師了 就是沒辦法就是太困難 那個時候太煎熬了你知道嗎 老師過了之後 然後HAPPY 然後就腦袋一片空白 那後面會用也用不到嗎 其實 如果你以後的出路是 例如有氧老師或健身教練 就有可能會用到 可是我現在也就跟你一樣 坐在這邊吃飯 所以就算了是不是 直接放棄 不要再放棄你還是model 你要維持一下身材 對 可是你是不是吃不胖 沒有 我以前很胖 你以前很胖 可是你看起來很瘦 沒有我以前很胖 我以前是那種胖 然後自己知道 然後別人就以為你又沒有胖什麼 可是你自己胖就自己知道 對自己胖就自己知道 對 就是到底哪邊有墜肉等等之類的 就可能高啊看不出來 就是比較胖 頂多就是魁梧這樣 魁梧也還好吧 因為你高啊 對啊 是沒錯啊 不好意思 我們來算你今天這一集 總共打了幾個格 我現在好像才第 第三個 欸你有在算嗎 我沒有在算 因為吃飽就要打嗝啊 那其實我會打嗝好像是因為胃不好 胃不好嗎 欸那我還蠻少打嗝 就是你胃會不好 總是你邊吃東西邊講話容易胃上去 嗯 但是也還好 因為我就是天 我覺得可能是跟我飲食習慣不正常 有關係 那你這樣的話 你蛋白質跟糖類就不要放在同一餐吃 或者豆類也少吃 因為那都是會脹肌的東西 蛋白質跟糖類 對 其實不能吃蛋嗎 不是 就是你可以吃 可是你可以分開吃 你不要同時吃 因為同時吃的話 他們會在你的胃裡面造成就是容易脹肌 喔是喔 對 所以我剛剛不能吃這個吧 你可以啊 因為它是那個玉子燒 它是裡面有加糖跟蛋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吃下去覺得還OK 就是沒有到就是它會造成脹肌這麼嚴重 因為你還年輕 因為年輕的時候年輕人就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胃就是會一瞬間把它們消化掉 那我可能就這樣子 很緩慢 很緩慢 因為年紀大 那加上我可能昨天晚上有吃宵夜 就是吃宵夜對胃也很好 對 吃宵夜不好 我半夜都會吃泡麵 泡麵就更不好了 可是你知道半夜大概打電動打到大概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開始飢餓 那一飢餓你就會覺得心情會不好 喔對 女生肚子餓很可怕 肚子餓很可怕 而且女生那個來之前然後又肚子餓 非常的可怕 對 那個來很容易肚子餓 尤其是快要來跟來的時候 不不 我沒有來也是肚子餓 就一樣的 一年四季就一樣 一年四季都很餓 我今天好像也沒什麼新的八卦跟大家講 真的嗎 那我們來跟網友聊天 看他們留什麼 網友沒有什麼人來耶 好寂寞 好啊 怎麼這樣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一下 不然你們可以發問問題 然後我們來顧問 唉唷 我看到我一個粉絲 他說就是AHQ可以創造奇蹟 他在美國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晚上了 因為有時候最近 就是因為我的粉絲就是遍布世界各地 這很好耶 是一件好事 可是大家集合起來打電動 就不是怎麼做 因為他可能他在美國 他的白天就是我們的晚上 那可能他白天要去上課 因為他還19歲 然後我們可能晚上打電動的時候他就會上課 對 就不能像之前就是 因為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群人有沒有 就湊一團 然後去死 就是去打電動 會組團 就是組團 組隊去打副本 之類的 就很窄 所以你平常不打電動嗎 真的都不打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 我其實個人如果我有空閒的時間的話 我還蠻喜歡一個人 就躺在家裡的沙發上面 然後可是如果要出去的話 我就喜歡去很多植物的地方 等一下你一個人躺在沙發上面幹嘛 就是 閉幕養生 應該是所謂的放空 因為我們家的沙發超舒服的 就比我們家的床還要舒服 所以我夏天的時候幾乎都睡在沙發上面 因為就是他皮的嘛 然後就涼涼的超舒服 所以你就是每天就是 你無聊的時候就是 講比較白一點就是 躺在沙發上放空 嗯 對 然後不然就是出去走走 他就是去一些 森林啊之類的 森林 因為我是自然派的啊 森林 對阿我很喜歡有很多樹的地方 可是有樹的地方就是有毛毛蟲 還好啦 我覺得我來台北之後 就很少看到毛毛蟲這種東西 你之前不在台北嗎 沒有我之前在嘉義 喔喔 嘉義 昆蟲蠻多的 我還有看過就是野生的變色龍 小時候 在我們家的圍牆上面 真的假的他是怎麼變色 你是把旁邊放什麼顏色 他就變什麼顏色 比如說我們家是妝塊的那種圍牆 他就會在圍牆上面 他就會變成圍牆的顏色 好酷喔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是 剛好他在轉換顏色的時候 你等一下變成一半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就太棒了 我竟然可以看到這種生物 在我們家 還蠻特別的耶 可是我後來 就再也沒看過他了 沒有他就 加小便 之類的 欸小便奶奶啦 他大隻也變成了就這樣 我會一直在接 我會一直在接 我想一下我今天有什麼八卦可以講 好 你來分享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得太明顯了 我覺得這樣講得太明顯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跟工作人員提過了 工作人員真的是 就是某一個 裸照 不知道什麼都會爆料出來 欸妳好厲害 妳都知道 因為妳知道 身在江湖 大家就是 多少人都會跟你 就是會跟你聊 因為人氣很好啊 蛤 妳人氣很高耶 對就是 沒有這代表說 大家就願意跟我分享八卦 對 那我頂多就是 講 但是我不會就是把名字講出來 私底下講 就是這個人的 那個人他年輕的時候 嗯 對 就已經有拍蠻多的照 那他現在的形象是怎麼樣 嗯 我講了妳就知道 喔好吧 他現在的形象是好的嗎 不太好 也不太好 那算了吧就這樣了 但是他的就是照片要 就是 Tino那些照片 不知道是被壓下來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 他那個時候有 有拍過這些照片 對 其實我有一點點的想要看 對 可以就是看一下 第四個格 因為真的很飽 因為我發現就是跟你一東西吃比較多耶 真的嗎 對 因為你看起來東西的時候就是很好吃 你吃東西才好吃吧 因為我覺得你吃東西看起來也很好吃 我看你吃的時候 我都超想吃你的那個耶 大哥大哥想吃我 不會 你前幾集的時候你的飯菜都超豐盛 還配白飯 一定要配白飯啊 超好吃 那個肉飯的超好吃的 你吃東西配白飯難道是要配 配麵嗎 沒有因為其實我還蠻少吃飯麵類 真的假的 因為飯麵類是會虛胖 真的喔 好像能夠我胖成這樣 因為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很喜歡吃飯麵類的東西 非常的鹹 我年紀的時候 不是我年紀的時候 我小時候 你年紀的都怎樣 我小時候也喜歡吃飯跟麵 真的喔 所以你是講他是為了減肥嗎 對啊就是為了要飲食有點改變 可是不是聽說你不吃飯或麵還容易 你更容易變胖 其實它麵跟飯 它是屬於精緻麵粉 所以你多吃的話它變成一種虛胖 那種虛胖是你看起來是隨種的 然後你的體重也會變重 是這樣子 那我這麼愛吃泡麵的人是不是就 而且泡麵怎麼會吃泡麵 泡麵超不好的 可是泡麵很好吃耶 我小時候也是有吃過泡麵 而且半夜打電動就是想吃泡麵 對啊 我們阿宅之友就是泡麵 然後泡麵電腦跟左手 阿宅之友 你知道左手是什麼意思齁 那你也是不要知道比較好 怎麼過得快時間剩下兩分鐘了 好討厭喔 我還沒吃完耶 我已經把上面的料都吃完了 因為它上面的料真的太多了 我還有一半吃不下 我現在吃剩下的生魚片 那我說要把上面的生魚片改一顆一顆 因為它上面料超多 而且我還以為它是薄薄鋪一層 它不是要鋪這麼厚 對啊它把鋪魚蓋滿 它的料鋪這麼厚 我整個湯匙拉起來都傻眼 它的料也鋪太厚了吧 誇張 對啊 很棒 現在一分半 沒關係 我們 現在口水噗一噗 他們就不 就結束自己的噗噗 然後 他們就不然 他們應該可以喝一下這個 喝一下番薯汽水 嗯 可以調一下味道 嗯 我真的很好吃 真的嗎 我真的很好吃 沒有 番薯汽水就是 蠻特別的東西 也會不會有芭樂汽水之類的 沒有 可是番薯汽水可不然很好喝 很好喝 欸番薯汽很好喝 嗯 要喝過番薯茶吧 嗯 超好喝 好喝 你知道番薯茶這個東西就是 一開始要出來的時候 你會想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但是你一喝之後 你就愛上它 嗯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今天褲子 超級有點緊 你現在是又要脫褲子的意思 沒有 因為褲子是鬆緊的 你知道就是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太緊 就是 喔 整個就是 吃太飽 好難過喔 你知道每次吃很飽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人生真的太開心 然後但是你 就是現在吃不下的 你回到家之後想說 可惡我中午的那一份怎麼吃 對 會這樣對不對 你還想要再吃 對啊這就是人生 欸好我們時間剩下15秒 好吧 我們今天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超快 我們今天快樂的吃飯時間到了尾聲 對啊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好了 每個禮拜四等12點半 嗯中午12點半 好不好 冠軍小姐下次再見囉 掰掰